朋友们好,我们在胡乱聊会天吧 昨天我们从推特上看到很多很多的消息 这些消息呢,有些也传到了国内去了 最大的消息就是说,在赫尔松对面 辛卡霍夫卡,敌人完全撤走了 没有一兵一卒了 但是呢,后来又有人发消息说是没有撤走 那是一种谣传,就是说敌人还在那儿 现在到底是撤走了还是没撤走,我也不知道 反正,两种消息我都告诉朋友们 敌人呢,在辛卡霍夫卡 甚至其他地方,也就是赫尔松的左岸 他们的驻军经常受到袭击 经常调来调去的,那是真实的情况 因为离乌克兰的炮火太近了 他每天轰人家乌克兰,乌克兰人家每天也轰他 这个就是用无人机啊,或者是用炮啊 或者是用导弹啊,那是赫尔松的左岸 右岸,就是左右两岸 被袭击,那是一种常态 最近我们也不怎么关注赫尔松了 昨天我才开始又重新关注起赫尔松的 在这呢,顺便把赫尔松的左岸右岸 给一些对地理知识不太了解的朋友们 稍微再普及一下 一般人家说,河流的左岸右岸 是站在这个河流的上游来看的 如果站在赫尔松那个地方 背靠着东面,面朝着西面 然后,眼前呢,就是水流的方向 左面呢,现在呢,就是在南面嘛 就是俄罗斯人站的地方 右面呢,就是北岸 就是乌克兰人收回的地方 经常我们说,左岸 就是指的现在还没有被 乌克兰人去占领化的 那些赫尔松的那些土地 这就是左岸右岸 这么给朋友们稍微普及一下吧 另外就是我们再说一说 泽隆斯基,我们家泽叶吧 我们家泽叶,从巴赫木特 出来之后,马上就到了赫尔松 在赫尔松呢,也到了这个 烧兵医院给一些英雄们发了奖章 也跟一些老百姓大妈们聊了聊天 还去了一些地方,人家没有公布出来 我也就不知道 从赫尔松离开之后,他也没有回基辅 他到了哈尔科夫转了一圈 然后呢,就到各个军校里头 去给军校的学生主持毕业典礼 这些军校学生呢,正好他们都要被 分配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里头去 而昨天也正好就是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重新组建九周年纪念日 我以前在我的视频里头 给朋友们聊过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嘛 就是在乌克兰刚刚建国的时候 人家有国民警卫队这么一个编制 后来那些当头的嘛,那些所谓的总统嘛 他们呢,就是为了讨好俄罗斯嘛,不停的裁军 把国民警卫队整个给裁掉了 当然了,就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 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太好了 俄罗斯的威胁越来越大了 甚至呢,直接通病了克里米亚 就在通病克里米亚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乌克兰立刻就纯建了他们的国民警卫队 就是准军事部队,又叫做后备部队 当然了,就在去年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些准军事部队跟后备部队 其实也跟正规军没什么区别了 因为他们也存在了最前线 国民警卫队也是战功赫赫啊 里头就有赫赫有名的亚素营嘛 昨天我在给朋友们聊 2014年俄罗斯欺负乌克兰通病克里米亚的时候 国际社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 乌克兰也没有多大的作为 后来有一位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说 国际社会的确是袖手旁观了 但是乌克兰人并没有坐以待毙 当时就是形势相当的危急 连奥特萨可能都保不住 就是奥特萨里头都有俄罗斯的军人 俄罗斯的这个间谍到处在活动 然后就是马里乌布尔当时就被让人给占了 乌冬大部分的地方都被人家这个 所谓的民兵啊什么 就是那种极端分子给占了 然后乌克兰这个国家迅速的就动员了起来 在前总统波罗申克的领导之下啊 迅速就稳定了局面 把奥特萨全部给困执住之后 然后呢,就是包括亚索营啊 等等一些民兵先行动起来 打住了马里乌布尔 然后就把乌冬 基本上全部给困执了 眼睁睁的,俄罗斯支持的 所谓的乌冬民兵就守不住 就要退到俄罗斯境内去了 这时候呢,俄罗斯正规军就进来了 然后呢,当然乌克兰 你跟俄罗斯正规军打肯定处于下风嘛 就是乌克兰原来占领的那些部分 然后又后退 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呢 又造成了一些悲剧 有些部队被俄罗斯人给包围 然后呢,就是双方达成协议 在撤退的过程当中 又被背信弃义的俄军给杀死 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如果讲当时的情况,可以专门讲一期 所以呢,我昨天在讲述 在2014年发生 乌克兰,就是克里米亚危机的时候 乌克兰人好像是行动力不太够的时候 我说那句话是不合适的,不对的 所以呢,在这儿,给乌克兰人道个歉 给我的观众也道个歉 我呢,经常说错话 这是自媒体,经常要犯点错误 自媒体就是敢说就行 犯错不要紧的,大家都会犯错嘛 另外就是我昨天不是给朋友们翻译 分享了一小段 就是乌克兰的孩子 在赫尔松跟他家人团聚之后 然后呢,就是讲了讲 他们在俄罗斯期间的一些遭遇 俄罗斯用铁棍打他们 不给他们好好的吃 然后呢,就是 有人憋不住了 然后就说一声,荣耀属于乌克兰 紧接着,另一帮人说是 荣耀属于英雄,然后呢 进来一帮人,把这两个人全部给带走 也不知道是杀了,还是埋了 还是关哪个地方去了 就是失踪了 就是讲了好多好多 当然,我那个视频也引来了一些 傻瓜们,脑残们 还有就是那个蠢蠢们 就是各种各样的,把那些人说是 你看穿的那么好,哪像被绑架的孩子 他们就不想想,俄罗斯往回送人 他连一身衣服都不给了 他那么爱面子的那些人 另外就是 又说是 要孩子干什么,要孩子还得 管吃管喝,造风的机器,穿衣架子 等等的 嘿嘿,我呢 都实在实在地无语了 后来又有人 就提醒说是,日本在清清华的时候 也从中国抓了很多很多 的孩子到日本去了 就是侵略者,他呢 就是把这些孩子其实当作战利品 跟那些自行车,跟那些摩托车 跟那些洗衣机,跟拖拉机 啥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搞去了之后 然后就是,人家让俯可义嘛 你说,苏联当时 打了日本的关东军 把那些日本战俘 然后拉过去,那也得给衣服穿 那也得给饭吃啊,给衣服穿 给饭吃的,同时要强迫他们劳动 然后就是让他们成疲成疲的 死在那个冰天雪地的 西伯利亚 以及非常酷热的 沙漠,土库曼斯坦 我在土库曼斯坦工作的时候 很多土库曼人说是 从阿什哈巴德到 他们元首市,原来叫 克朗斯诺乌尔斯克,还是克朗斯诺 什么,什么斯克的 现在人家叫元首市那条公路 就是日本战俘给修的 就是掠夺人口,成年人 叫战俘,把老百姓也掠夺去嘛 俄罗斯也掠夺了不少老百姓 就是抓了不少的老百姓 前多时间换俘虏的时候,用俄罗斯的视频 还换回了不少老百姓来 这就是说是,这个呢 就稍微给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 另外就是说我在国内这个号吧 以及国外的这个频道吧 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就是今天 我看到我的评论区,有一位朋友 有一位网友,他给自己发了一段广告 说是他可能开餐馆的 就是他各种菜的价格 可惜他没有写上他的地址 联系电话等等的 其实,如果有做小买卖的朋友们 不管开饭馆的,还是开其他店的 理发店的 在我的视频评论区,你们尽管发广告就行了 就是说,这个呢,我不排斥 你可以留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能传你的二维码,你就传 如果能放链接,你就放 如果能放图片,你就尽管放 你们就尽管做你们的广告 这个呢,我一定会支持的 我有时候呢,可能还会置顶 就是大家都要过日子嘛 我也是开小店的,我很理解 这些同行们 大家的这个口中吧,就是说 做生意,养家糊口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不做任何的排斥 在我的评论区,你就做广告就行了 我尽量给你们配合 置顶 我这虽然流量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还是会拉着一两个客人吧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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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